国会推迟召开 不过巫统总秘书丹斯里安努亚穆沙 否认这是国盟害怕西蒙提成对首相的不信任动议 而是需要时间来整顿许多事物 他还以前朝为例子 表示西蒙胜选之后超过两个月才召开第一次的议会 那至于内阁筹组安努亚穆沙和伊斯兰党主席 纳杜斯里阿哈迪阿旺一口同声的表示 不设条件交流首相全权定夺 西蒙日前才放话将战场转移到国会 但国盟政府今天宣布展言召开国会 至于这是否害怕西蒙的拖延数 今天和马华总秘书张胜文会面后的 巫统总秘书安努亚穆沙严正否认 还披露国盟在召开国会后可能走的第一步骑 安努亚穆沙表示 以往她是反对党负责提问 如今改朝换代了也必须公平地 给反对党时间准备问题 她还以前朝为例子 说西蒙入主铺成后也是超过两个月才召开国会 至于筹组内阁的课题 一党主席哈迪亚望较早前发文告表示 不会设下任何条件 也不会提出要求 一切交由首相定夺 但呼吁招揽专业人士入阁 协助政府提升经济 教育和卫生水平 以及改善人民福祉 并设立行政监察制度 而安努亚穆沙也在今天 面对新政府会不会遵循传统 委任盟党党魁入阁的询问时 提出雷同的论调 话谁如此 但如果官司产生的巫统主席 拿独自里安莫扎西不被招入阁 武统又会不会善罢甘休呢 安努亚穆沙把球踢给当事人 但不忘向安莫扎西表达爱意 我们一定会去问 Datot T. Zaid 他非常精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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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我们的总额 所以如果您需要任何更加清晰 对那样 最好人可以问 是问他自己 我们 考虑一下 我们 直到阿mno 我们向安莫扎西表达 我们爱我们的总额 我们将会继续和 并给我们的支持 安诺亚穆沙也大赞新任首相慕尤丁 拥有丰富执政经验 相信会组织强大内阁阵容 持续改革和改善国家经济等政策 他也预警各界耐心等待 可能一两个星期之后 所有事情就会办妥